亲爱的弟兄姐妹 朋友同学们 大家在这里平安 平安 喜乐 我们来翻开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我们念到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到二十五节 如果你可以今天一起起立 我们来念这段几年 当犹太完施历的时候 亚比亚巴尼有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姓子是亚人的后人 名叫伊利沙佛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个人 尊心主的一切建议比提 没有可指责的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伊利沙佛不胜婴 有个人又连接同爱 撒加利亚案半次 在神面前供祭司的子分 照祭司的规矩之间 得进主殿烧香 烧香的时候 众百姓在外面喊喊 有主的使者站在乡坛的右边 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 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伊利沙佛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事也必喜乐 他在主殿前将要为他 淡酒农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归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并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面前 要为父的心转向而明 要被你的人转从义人的职位 又为主预备和愿的反省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狼狼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假来临 凤差的来临说话 将这好事提报给你 到了时候 这话必然意念 只因你无信 你必要把不能说话 知道这是从旧的日子 百姓能够使他力量 他能与他许久在殿里 即使他出来 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 因为他是向他们打手势 听成了谣 他固执的日子一满 就回家去了 这些日子以后 他的妻子已立杀我怀了你 就隐藏了五个月 说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休息 主要 我们就先念到这里 也就是神的方式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敬拜 我们参事 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我们也在你面前 我们来读你的话语 来聆听你的这个教导 主啊 你在我们当中 做那美善的工作 我会是圣灵 你自己来动工 让我们今天 能够在你面前 我们生命 能够得 喂养 得更新 得造就 你的宝座 舍利在这里 主啊 我们感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前 阿们 每种请坐 他们都知道 这是圣诞的这个季节 圣诞节呢 有许多经文 我们都可以来分享的 那么是重点 就指到这个 主耶稣基督 他要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的这个当中 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 也是常常的会念 这个圣诞的这个故事 但是通常我们念的时候 我们都是讲 这个 施洗比较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从这个 他的父母 就是撒加利亚 跟他的这个妻子 伊利沙 我们一起的来 这个分享 来这个鼓励 那么圣经说呢 讲的这个 非常的 我们说奇妙 他说当在这个犹太王 叙利的时候 雅比巴黎有个祭司 名叫这个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是非常出名的 一个 先啊 这个祭司 那么他的妻子呢 是亚人的后人 名叫这个 伊利沙 那么他们 第六节特别讲到说 他们两个人呢 在神面前 都是一人 这个是 不简单 圣经记载说 他们两个人呢 在神的这个面前 都是一人 是不是 那么按照犹太人的 这个说法 哎呀 如果他们 能够在神的 这个律法的里面 他们都 尽力的这个 遵行遵守了 他们就是什么 一人 当然 讲到这个 真正的这个 意义的这个时候 如果按照 这个 新月圣经 罗马书 还是哪里讲的 看来又不是一样 因为 圣经也说 没有一人 一个都没有 对不对 因为我们 因为死子亚当 这个犯罪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 遗留下来的一个罪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人 但是讲到 这个撒加利亚 跟这个 他的妻子 以利沙 他们都在神面前 就是说 他们所行的 他们尽力的 遵行了 神所托付给他们的 他们所知道的 神的话语的 这个教导 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都遵守了 所以在人面前 实在是无格之者 但是呢 他们也在神面前 蒙神的 这个怨纳 神的这个怨纳 圣经还特别说什么呢 遵行主的 什么 一切的 这个 诫命 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 遵行 所以重点 讲到 这个遵行 所以刚才我们读 这个奇应文 在这个时候 我想重点 也是讲到什么 遵行主的 这个话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 许多人都说 我们是神的 这个儿女 我们已经有永生 我们已经重生 得救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 这个救助 但是 我们是否 有没有 遵行神的 这个话呢 我们是否 有没有 遵行神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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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 故事是英文的 我看的时候 是英文的 那我尽量的 来 看能够 她解释得好 那么这个故事 讲到 一个女孩子 她有四个男朋友 哎呀 听得很恶心 但是你们听下去 先不要 想入非 先听一下 这个 她说 有四个 这个男朋友 那么她 非常喜爱 第四个男朋友 哎呀 对她呢 非常的 这个敬仰 那么也 给这个男朋友 有许多的 这个好处 就是 有好的 这个衣服 Rich Rocks 还有 常常对待她呢 很好的 这个 食物 美食 英文说 Tri Gatking Nothing But the best 她就是把 尽量 最好的 都给她了 那么呢 她也喜欢 第三个男朋友 然后呢 都觉得 她的男朋友 是她的 这个叫奥 所以常常呢 show off 她的男朋友 给许多的 这个邻居们 那么她真的 怕一天 她离开 她而去 她很怕 这个第三个男朋友 会离开她 那么她也很爱 她的第二个男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她 给她 许多的 这个自信 还有许多的 这个 我们说 体贴的 这个忍耐的 各种各样的 来对待她 但是 这个女孩子 也有个问题 每当她 要求什么 帮助的时候 他们都尽力的 帮助她 让她度过 这个艰难的 这个时光 好 讲到第二个了 OK 第一个 她说第一个男朋友 是最忠心 对于她的 其实也对她 也很多的 这个贡献 也给她 许多的 这个 我们说 各方面的 这个帮助 而且是 这个 财富上的 各方面的 但是呢 她 就是 不大 爱这个 第一个男朋友 虽然 这个 第一个男朋友呢 爱她 非常的 这个深入 但是呢 她常常 也体会不到 那么 有一天 这个女孩子 得了这个重病 那么她知道 她的时间 要到了 会离开 这个时机 那么她想到 她的一生 这种 美好 非常 富有的 这个生活的时候 她说 我有四个 男朋友 但是当我 死的时候 我就会怎么样 非常的 这个孤单 所以她就问 第四个男朋友 我爱你这么多 给你许多的 这个 装饰 衣服 各方面的 我也 非常的 这个照顾你 那 我要死了 你是否 用意跟我一起 同去 陪伴着我 那个第四个男朋友 说 No way 不可能 她就这样子 这个走了 那么呢 她的这个答案呢 真的 如刀 各 这个女孩子 这个心 然后这个女孩子 对第三个男朋友 说 我爱你 我的一生 都爱你 现在我要死了 你可以 不可以 陪伴我 与我 同玩 那你知道 那个第三个男朋友 跟我说 不 No 她说 她说 这个生命 太美好了 你要死 但是呢 我 会跟其他人 结婚 OK 那么 她听了之后 她的这个心 真的是 往下沉 变成 非常的 这个 冰冷 然后 她就问 这个第二个男朋友 她说 每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都转向你 来求助 你也给我 帮助 你永远 你永远 与我 这个 度过 这个难关 现在我要死 是否能够 与我同行 来陪伴我 那么 第二个男朋友 说 对不起 这一次我真的不能够帮助你 我 尽我所能 所能做到的 就是跟你一起同行 到这个坟墓 然后就不能再跟你走下去 只能够到这个坟墓 哇 她的心 更像 闪电般 这个 刺激 她非常的 这个 绝望 然后 富兰有声音 回答说 我跟你同行 我要 与你 在一起 不论你 往哪里去 这个女孩子 看的时候 原来是 第一位男朋友 她非常的 怎么样 呢 憔悴 瘦瘦的 好像 如果人家看了 好像 不够营养的 一个人 因为这个 女的 也没有什么 照顾她 或者给她 什么样的 这个帮助 真的是 neglect她 哇 这个女孩子 非常的 这个 伤心 后悔 她说 我应该 多注意 应该 多照顾 应该 更有机会 我们 能够 更有 这样的 这个照顾 这是一个 故事 但是 这个 写故事的人 她说 in truth 我们在 真理里面 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四个男朋友 她说 我们都有四个男朋友 你第一四个男朋友 就是你的身体 你这个肉体 不管你怎么样子 你不管怎么 你爱他 对不对 刚过 Black Friday 你买了多少衣服 为这个肉 第四个男朋友 第四个男朋友 你有没有买这个 手表啊 各方面的 耳黄啊 给你的这个四个 第四个男朋友 很多 给他许多好的东西 你也给他吃的 这个饱饱的 但是 当你死的时候 他不会跟你同心 他不会跟你同心 那么第三个男朋友 是你拥有的 这个财物 就像你的家 你的车子啊 你各方面的 你的转世啊 你各方面的 你的财富 你的地位 你的一切 所以你常 就像刚才那个女的 她常常 以这个男朋友 为夸耀 向她的邻居们 夸耀她 这个所有的 这个是你的 这个财富 当你死的时候 她说我要跟其他人 结婚 是的 当你死的时候 这一切东西 都是谁的 别人的 那第二个男朋友 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朋友 在世的时候 你遇到许多的 这个好朋友 家人 他们都愿意帮助你 度过种种的 这个难逛 但是 当你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们能够做到的 只是陪你 走到这个 这个坟墓前 不能够再跟你 走下去了 那么第一个男朋友 他这里说 It's your spirit 就是你的灵魂 许多时候 我们复略我们的 这个灵性 我们的这个灵魂 我们在世都追求 对我们肉体的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物质的 这个东西 我们的复略了 我们自己的 这个灵魂的需要 我们灵性的 这个长进 但是你知道 当你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只有灵魂 跟着你同去 那么意思就是说 你所做的 你所行的 这个有永恒价值的 才能够怎样 跟你同行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跟这里 我刚才说 重点是 遵行 遵守他 所以我们 许多时候 我们复略 我们灵魂的 这个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世上 无论都是 那一些不能带去的 能够随着 到这个天堂的 慢慢去复略 所以许多时候 我们可能 外表很好啊 但是我们的 这个灵性 可能是 不够营养的 受众的 可能是这个脆弱的 可能是 这个我们说 我们许多时候 有复略了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能够 有丰盛的 这个生命 这个 灵性 我们说要在 主的这个里面 我们要 追求 我们说 属灵生命的 这个长进 我们追求 属灵生命长进 最基本的就是 像今天 这里说的 他们两个人 在神面前 都是义人 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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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必须要 遵行 圣经一直强调 一直强调说 我们必须 遵行 主的这个教训 主的 诫命 主的话 因为 主说 如果 你有了我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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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 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十五节说 有了我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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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这个 遵守的 就是什么 表示什么 表示你是 爱我的 爱我的 所以这个 遵行 是 就必 遵守 我的 这个 这个 命令 所以我们说 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 我们去 行的 这个时候 那我们的 这个 属灵生命 就会怎样呢 就会长进 就会长进 所以 为什么说 我们 有的人 信主 你信主之后 你属灵生命 能够 很快 能够进步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是读经 祷告 领袖 这个没有错 一定的 但是呢 你必须要 事奉 你必须要 正照 祂的话 去做 如果你学习 去分享 你的这个 重生 得救的 见证 或者你去分享 这个福音的话 那么你的 这个 长进 就很 很明显 如果一个都不动的 那么就 可能 这个 长进 所以关键 是什么呢 关键 就是要 遵行 神的 这个 这个 化去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 有的时候有很大的毛病 觉得对我们 现今有益处的 我们就遵行 对 那有一些我们还会 选择性的 要不要去遵行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不对的 主的话就是主的话 主的命令就是主的命令 主的绝命 就是主的绝命 我们 听到 我们读到 那我们就要怎么样 我们就要去遵行 当然圣经 这个 也告诉我们 许多的 这个例子 有一些 遵行的 不够 这个 撤读的时候 哎呀 他们就有许多的这个亏欠 或者是这个软弱 有许多的例子 像亚伯拉罕 神本来要叫他离开到迦南去 但是他后来到什么 吴尔 在哪里就停了 还有这个 亚克这些等等 都是 神本来吩咐 这个亚克 去 但是他就跑到这个事件 他起初有没有想遵行 有 但是 一个真心的 不够撤透 所以不够撤底 所以就 这个软弱了 对 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啊 我们很想真心 神的 这个旨意 但是 许多时候我们 就像他们 不够的 这个 撤透 没有这个舍己 有的 有没有舍 有 有 有舍 但是还是 舍的这个不够 你还是有一点点 而且有一些 你不愿意怎么样 不愿意放下 所以这些都是 所以 所以求神来怜悯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这两个义人 圣经说 他们都是义人 他们遵行 遵行 记住啊 记得遵行 神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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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仪 没有 礼仪 什么是礼仪 就是 神吩咐 透过这些礼仪 来帮助我们 怎样 也在属灵 生命上的 这个奖进 其实今天我们说 我们来参加 这个崇拜 也是一个 什么 礼仪 但是你只是 为了这个礼仪来 这样的人做 没有心 那个就没有愿了 但是你如果来 你遵心了这个礼仪 但是你也知道 这个敬拜主是什么 是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祂的话 你真实的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 你做了这个礼仪 但是你也明白 这个真实的这个意义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真实了 主的这个礼仪 你也得了这个丰富的 这个得着 所以 也盼望我们 能够像这个撒哲利 跟这个耶列撒伯一样 但是是义人 但是他们也有什么 有难处 他们的这个不满 人生不满意的地方 是在哪里 圣经讲得很好 没有可指责的 第七句 指示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呀 那这样真行 主见面的也没有用 那些没有成熟的 还生了一大堆 那这个 上加利亚 跟耶稍果 他们这么爱主 但是他们没有 这个孩子 看起来真的是 真的不足 所以有的人就说 哎呀 信主也没用 对不对 你超乎的时候 有的人也会这样告诉你 他们以为说 信主就是得 世上的福 你看也没有 那些 但是我们知道 信耶稣 我们说超越 只是世上的 这个 看得见的这个福 乃是什么 乃是要得 那看不见的 是得那个 那个我们将来在神面前 要给我们的这个奖赏 那才是这个重要的 所以 虽然 圣经说是 应该是他 还有 今天 你不生孩子 没关系 年轻人现在不生 不愿意生 对不对 以前中国控制得很严啊 新加坡也控制得很严 新加坡跟学中国 只能够生 两个 两个 OK 现在可以生几个 现在好像鼓励你多生 他们还给钱 因为两个大陆 他们都不要生 现在新加坡政府 因为新加坡这么小 你不生真的是 很明显 所以现在又鼓励他们多生 你多生的话 可能还给他们一些的什么 补足 这个非常好 所以当时并不是这样 当时是他们要生的 如果不生呢 特别是对父女姐妹来讲 是一个寂寞的羞耻 就是鼓励 所以你看这个圣母儿的这个母亲 她心里多么的这个痛苦 她心里面多么的这个忧伤 因为她怎么样不生 虽然她的丈夫说 哎呀 你有我就好了 那么她特别还给她 双份的这个东西 都特别的这个同爱 但是她还是心里 非常的这个难过 流伤 所以在电影这个酷气 这个导功 所以不生意 你想到当时是非常这个羞耻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两个艺人也是这样子 他们呢 没有这个孩子 只是他们 因为他们都老了 他们 但是我们看到 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这个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 祭宝贵的这个部分 虽然他们人生当中 在奔跑人生道路里面 他们有这个不满意的 或者是人生的这个遗憾 夫妻之间的寄败的这个遗憾难处 对不对 甚至于今天有一些人 夫妻之间啊 也见过 希望现在没有啊 以前啊 都有见过 一只生日的 这个有的时候丈夫就不高兴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会闹出 这个离婚有一些都有 因为怎么样 都是这个生日的 特别是通过人要难的 当然今天这个价值观 其实都改变过去 真的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说 那是他们真的是这个不好过的 但是从他们身上 虽然他们人生不如意 他们这么的热心 我们以现代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口气来说 他们这么热心爱主 尽心尽力的来侍候他 他们还是有这样的这个难处 怎么样 很多基督徒遇到不如意 遇到难处 就怎么样灰心释放 有的时候甚至买愿想 有的甚至本来是很热心释放 现在不释放 有的也一次祷告 没有得到垂听 也灰心释放 离开教会 离开主 过去是很热心释放 但是因为在人生当中 有不如意的这个事情 灰心 释放 觉得没有这个盼望 就离开 但是我们从这个 这个撒加利亚 里利沙伯的这个身上 他们尽心 虽然有这个 不如意的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怎样 还是尽忠的 忠心的 不离不弃的 来侍奉神 那么也给夫妻很好的 这个 这个教导 他们虽然没有生育 撒加利亚 也没有怪这个 他的妻子 妻子可能也很难过 但是他们呢 还是什么 不离不弃 继续的来侍奉神 所以圣经来说 特别说他们都是义人 他们 直到如今不生育 还是说什么 遵循主的这个解密 没有可辞责的 所以真的是给我们 很大的这个 学识的这个 我们人生 我们信靠主 也会遇到这个困难 但愿他们给我们鼓励啊 我们学习这个不放弃 继续中心的来侍奉主 所以 后来这个 他适婚的时候 讲到这个天使 来 向他报这个喜信 十三节说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 已经被听见了 祷告 祷告 是有用的 虽然你祷告几十年 但是神都在吹听 所以我们说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这个道路 高过我们的这个道路 所以他要我们学习 要怎么样 要忍耐 又有盼望 不灰心 圣经也说 行善不可什么 善之乎 因为到了时候 就要怎么样 方夫收歌 对不对 所以这里说 不要害怕 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祈祷 特别天使说 你们的祷告 所以他们一直求啊 所以已经听见了 所以你的妻子 耶利撒保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 这个约翰 约翰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这个名字是 耶和华是有恩惠的 这个是很好的词字 他是有恩惠的主 耶和华是有恩惠的主 虽然圣经说他义人 但是他也有这个人的卵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变成哑巴 后来 因为圣经说他的不信 今天我们不来讲 为什么 这个玛利亚有问题没有事 他有问题 这个变成这个哑巴 但是总之就是说 因为他不信 因为天使 告诉他 因为你不信 所以他就变成这个哑巴 圣经后来也说 等他孩子出生 就是施死约翰出生的时候 当他们要给他起名叫 什么 起名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祝福 这些撒迦利亚等等 那时候不可以 他愿什么 反写说 要给他起名叫这个约翰 所以他得了这个意向 虽然他不信 但是他后来怎么样 深深的怎么样 这个相信 所以等他出生之后 就跟他们说 不可以起什么撒迦利亚 还是要给他起名叫这个约翰 所以他后来怎么样 这个就 又开始怎么样 说话 口就开了 当他口一开的时候 他做什么呢 他赞回上帝 他感谢上帝 承受神的这个 那以利沙伯呢 如果我们看他的话 这个 这个我们二十五节 看他们回家二十四节 当他们回家之后 他的妻子以利沙伯 就隐藏了五个人 隐藏 隐藏 这个隐藏也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这么久 都没有生育 照理怀孕 应该是大 说我怀孕 但是他却隐藏起来 没有想要 但是呢 以利沙伯也是感谢隐藏 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的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怎么样 修持 除掉 人间的这个修持 所以他看到神 雾面 神救过 所以神救过 神是看雾的 我们像他这个祷告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说 哎呀 为什么神没有成就 好像神没有求听 有 神都在求听 所以我刚才说 神他是知道一切的主 主耶稣也说 一个父亲 不会把这个石头给他的孩子 孩子求鱼 他会给他石头 有点不会 孩子求鱼 他不会给他舍 因为父亲会怎么样 会把最好的东西 给他的这个儿女 所以我们祷告 你要相信 神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 所以在 在撒迦利亚 一扫巴 他们年轻没有得 其实神 留在他们的这个身上 有一个伟大的这个计划 给他们是最好的 要让他们成为 世上人的这个见证这个榜样 所以我们说神会 把最好的给人 所以神是顾念的 神是垂听祷告的 所以我们 也从他们的身上 他们经历了这个 神的这个恩典 神垂听他们祷告 撒迦利亚 撒迦利亚从这个不幸 变成哑巴 之后口又开了 他们都是怎么样 他们都是承受神 感谢神 所以今天也再次教导我们 我们经历了神的这个恩惠 我们也要来感谢 我们也要来赞美祂 祂一切的这个恩惠 我们一起到 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的这个恩典 主在这个圣诞的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来读祢的这个话 今天特别从这个 撒迦利亚跟伊勒萨伯的身上 我们学习这个宝贵的这个功课 主啊 他们都在祢面前 圣经说是义人 就是他们遵循主的一切 杰命跟礼仪 主祢今天也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来遵循主的这个话 主的教导 当我们遵循的时候 我们属于生命就会长进 主祢来感谢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遵循主的这个解命 更加的彻底 主我们也从他们的这个身上 主啊 他们一生都讲这个爱祢 向祢祷告 他们就是有这个 这个不如意的这个事 就是在他们的夫妻当中 但是他们还是彼此相爱 他们还是继续不断的 来遵循主的这个解命 跟这个祢 主啊 也让他们从他们身上学习 帮助我们 当我们有遇到困难难处的时候 我们不放弃 我们不离弃主 我们还是继续依靠主 继续来遵循神的这个解命 跟做神要能做的事 主啊 主啊 你来救护 来干潮 我 主 我们也来到 你的面前 当我们得主的而回 我们也学向他们 能够称颂主 赞美主 感谢主 感谢你这样的这个恩党 我们围着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 你自己来干潮来医治 主啊 我们也围着同学们 在期末 就考试报告 主啊 你也给他们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让他们依靠主 经历主的这个大能 主我们向你仰望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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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 这是